有朋友表達那些意見 我們應該去審查每一個申請者 他的經營的情況 是否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多少 我們才發放有關的申請補貼 如果我們要就著幾十萬個的申請 逐個去審查他的經濟營運的情況 我相信他需要的時間是相當之長 行政費亦相當之大 今次去設計整個防疫抗疫基金 我們都是希望那個制度能夠很快推出 而是簡單去做 也不會涉及太多的行政程序